那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有关刚刚这个程式 这个程式的话基本上刚刚同学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A等于3 那其实这个动作意思是说把3这个整数放到A里面去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等号意思是说把后面的资料放到A里面去的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等号不是运算的结果 OK然后再来就是B就是放5 再把两个相加的结果放在A,A,N,S,里面 最后把它print出来大概流程是这样 不过可能你们要注意几点 包含就是说这里面的话其实除了加减乘除之外 所以你们可以找到第二个单元里面 往下的第几页呢第三页里面就有加减乘除 也许你可以在这边做计算 A加B,也许你可以把它改吧 也许A乘B吧,两个相乘 结果print出来,你会发现这边就变成15了 OK,如果你把它改成什么 A除B,可以执行的话 这里面的话就0.6 它会把这个结果 但这里面数字你都可以变动一下 也就是说你这边可以再把第二单元 最重要就是运算值 那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 加减乘除应该对同学比较不陌生 比较陌生的应该就下面这三个 百分比,特别注意哦 如果假设一个题目问你什么 百分比,这个假设我们把什么呢 把A 这个地方的话呢,我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中间加一个百分比符号 那结果NS应该多少 OK,特别注意哦 那就是A除以B之后的余数 A除以B之后,所以哦 ANS里面应该是多少 3除以5之后的余数 那你就可以知道了,3除以5 所以执行的话呢 它得到3,为什么? 因为除完之后它除不进嘛 OK,所以呢 得到的余数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主要这个求余数 另外的话还有什么? 除除 这个除除的话是除完之后的整数 3除以5 当然你可以改一下啦 比如说 那除完之后的整数 当然里面就没有啦 所以是0 OK,其他的话还有哪一些 所以这个地方 乘乘 这个乘乘的话比较妙 也就是说你今天呢 如果在A乘乘B的话 特别注意哦 那有点像是A的几次方哦 OK,那意思就是A3嘛 3的5次方 所以执行的话应该多少 3乘3乘3 乘出来的话就是243 OK,所以大概了解一下 有关那个运算值部分 尤其是后面这三个 蛮常用到的 其他还有像什么 关系运算值 逻辑运算值 这个其实都是 这个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除了这些之外 请各位也可以把它变化一下吧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假设把它改回来 A A乘B 那顺便讲一下有关资料形态部分 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给它一个3 放进去它就一个整数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给它的是一个什么 一个这样的一个形态 记得哦 在那个Python里面 它的形态大概概括起来 简单来看的话 不外乎就文字 不外乎就数字 但是数字部分的话 还有分成有小数点 跟没小数点 像刚刚我们3 它会是一个整数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 后面假设有加5.3 像这个就是有小数点 不过假设你可以看到 假设如果我今天呢 丢一个值 这个值的话呢 假如丢一个什么 前后假设加了双引号的话 那它会是一个文字 所以如果你文字 把它放到这边来 跟它计算的话 因为文字不能计算哦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今天 把这个3放到这边来执行 它会出现什么错误 执行 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假设你的程式出现错误的话 它会告诉你哦 为什么出错哦 OK 而且哦 它错误好像还不止一个哦 它这边会出现说TypeL Type的话就是资料形态 错误 资料形态错误 OK 所以呢第一个啦 当然你会发现几个问题啦 我们应该如果要做计算的话 必须先怎么样 把文字转换为什么 转换为整数哦 所以如果以后 假设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们可以在这个A的外面包一个INT 然后前刮弧 再一个后刮弧 OK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把这个3放过来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它就是一个整数 所以我把它先转成整数之后 再跟B做计算的话 这样的话应该就没问题 所以把它执行 OK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就得到最后 因为小数点嘛 所以3乘上5.3得到的结果 OK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假如说 你希望B里面的资料呢 无条件禁位的话 当然呢 它目前里面是一个Froader 一个浮点 那你如果说呢 希望把它改成5点 点3不见 其实都要5的话 那其实一样 你可以什么 把它改成INT 外面包起来 那这样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 我只取整数啦 也就是点3不见 那执行结果的话应该多少 那就是15了 OK 所以呢 外面当然你可以把它包一下 OK 不过呢 你除了可以转成整数之外 你也可以再把它转回来 转成什么 比如说整数 底下的话呢 当然你 这个地方 比如说15 可是问题这个15 看起来不太明显 我希望这边可以什么 比如说呢 计算结果 或者是什么 计算结果 那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加一个什么 计算 或者结果 那如果你要跟后面这个串的话 你可以加一个ANS 不过你会发现 因为前面这个是文字 后面这个不是文字 两个要相串在一起的话 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你会发现 它会出现错误 它又是Type-R 又是Type-R 有没有 Type-R就是形态 哪个地方错 它会告诉你说 它可以什么 Can Only 它可以什么 Concate String 就是这两个呢 它可以把它串在一起 你必须怎么样 把NASINT STR就是String 就文字的意思 必须要是文字 不能够是INT 所以呢 你必须怎么样 帮我把它图 图什么 图String 意思就是 把这个ANS 帮我转成String 才可以串接 所以这里 如果要让它正确的话 记得很简单 如果你要把什么 把这边转成文字的话 记得 有一个函数叫String 把它包在外面就可以 意思就是说 它里面假设 计算完的结果是15 那这个15的话呢 它会是一个整数 透过String之后的话 外面再帮它加上 自算符号 才能够跟这个结果串在一起 OK 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 加一个冒号好了 好 这个时候 刚刚会错嘛 我现在已经把它转换了 再把它执行 OK 你可以看到结果 冒号 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OK 那这个请各位试试看吧 这边的话主要就是 把那个形态做一个变化 然后呢 并且加上一个转型的动作 OK 转型 然后 再来的话 最后呢 最后呢 我们顺便再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 基本 除了说 其他还有像这个 拖曳资源 这里面的话 有关 比较 像程式里面 会用到双引号 或者是等等的 比如说换行好了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结果 冒号 我希望了把15 放到下一行 而不是放在右边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其实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希望换行的话 你就必须要增加一个 所谓的拖曳资源 OK 拖曳资源里面的话 换行的话就是反斜线N 就在这里 OK 第二个单元 在第二单元里面的 第二页的地方 你可以在这边换行 然后呢 加一个反斜线N之后的话 把它执行 那你可以看到结果 这边的话就是什么 结果 冒号 15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就是把刚刚我讲的这个部分 先练习一下